大家好,歡迎有方法律的頻道 今天想再分享一下 Vita 3K 因為有些觀眾問我如何在 RetroBatch 玩 PS Vita 的遊戲 我之前也有分享過如何獨立安裝 Vita 3K 以及如何安裝在 BetaSera 裡面 但好像真的沒有在 RetroBatch 做過 所以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下如何在 RetroBatch 裡面玩 PS Vita 的遊戲 我今天會用我最近快閃的兩個TB 的 Hard Drive 就是 RetroBatch 那我就用那個去安裝 Vita 3K 玩一下 PS Vita 的遊戲 相信還有一些 PS Vita 遊戲是挺吸引的 尤其是好像一人大戰 基本上在 PS Vita 已經很足夠玩了 有的我都覺得挺好玩的 但是不是所有 PS Vita 都可以玩到的 我們可以去觀望看看 這個網站我會放連結在下面的 description 大家可以按進來看看這個遊戲 list 有什麼支援 這裏總共有2090多個遊戲 它玩的只有 1,000多個遊戲 所以只有 56.69% 是完全玩的 有些是 In-Game 啊 有些問題等等 大家可以先來這裡看看 看看有什麼遊戲 這個遊戲呢 自己想玩的 是真的綠色的 那才去試吧 如果不是呢 可以先等下 或者再不是呢 就買一部二手 PS Vita 跟我的影片去破解一下 那所有 PS Vita 遊戲都可以玩到 Anyway 好 回歸正傳 我們今天用我的 Hard Drive 示範 那我們就開有 Hard Drive 啦 跟著 Retro Bass 啦 裡面的 Retro Bass 啦 我們先開了先 好了 那我們在這裏找 Retro Bass 啦 按進去啦 跟著呢 就有 去找那個 Vita 3K 在哪裏 太亂了 我自己弄完都覺得太亂了 在這裏 OK 如果你們沒有這個的話 就要更新的 Retro Bass 啦 更新的版本就有了 現在最新是6點多 但是5點多已經有了 但如果你們沒有的話 就應該是太舊了 對啦 跟著選你自己的語言 中文也有的 那我就選英文先 我看慣了英文 OK 跟著 Path 這裡 我們 Change Emulator Path 選你們的 Path 就可以了 那我的 Hard Drive 裡面 Retro Bass 啦 Emulator 啦 跟著找這個 Vita 3K 這個 對啦 跟著 Select Folder 就可以了 跟著 Next 跟著 現在要下載 Firmware 按一按 它就會彈它 Sony 的官網出來 那我們也要下載更新的 那它不能下載的 有機會 跟著你按點點這裡 跟著按 Keep 就可以了 Keep Anyway 對啦 OK 然後再回去 下載這個 Download Font Package 已經下載了 PSP2 update 這是 OK 又回去了 現在 Installed 是 X 啦 即是未 install 所以我們按 Install Firmware File 然後找回剛才下載的第一個 File 對啦 PSP這個 安裝先 OK 已經完成了 下面我們已經下載了這個 所以我們可以選擇 然後再去Firmware 這個 Installation File 就是剛才下載的 OK 跟著呢 安裝了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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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裝了 今次是 PSP2 這個 OK 又是搞定了 我們又是檢查了 刷掉了 OK 安裝了 Next 這個可以不理 Next 跟著 complete OK 搞定 它有新的Update OK Next 再Next up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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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搞定了 現在已經安裝了 模擬器 那我們現在準備遊戲 我們先出去了 好 跟著到遊戲 右邊這裡我準備了一些遊戲 它其實有兩種 format 一種就是這些 Folder 裡面就是遊戲的 有Eboot Dog Bean 另外一些就是這些 sip 或者一個是 vpk 檔案 就可以安裝 就這樣 兩個不同方法 只是 如果你是 整個 遊戲 Folder 這樣 要怎麼擺 我們去Retrobat 裡面 Emulators 再在 Vita 3k 有點像 PS3 這樣裝 它會裝在 UX0 裏面 這個 Folder App 我們先把這三個遊戲 直接進來 其他兩個遊戲可以先 待會進去才裝 我放在這裡 OK 我們出一格 再出去 Vita 3k 這裡 開一開它的模擬器 這裡 這裡都是這樣的 已經有三個遊戲 其實基本上 已經裝在這個模擬器上 那 還有 這些sip 怎麼裝呢 就在這裡 File Install Sip 或者Install.vpk OK 接著選擇 File 我們去回 我把遊戲放在 D Drive PS Vita Game 這裡 如果有DLC 就在裡面 就一次過安裝了 OK 那它安裝了 好了 遊戲已經裝完了 四個遊戲 四個都在這裡 有DLC 等等 Version 都高一點 所以 整個Pack 就安裝好了 這裡就這樣 其實是可以玩到的 但是我們現在 要在Retro Bash裡面 所以現在Retro Bash裡面 還沒看到 我們先關掉這個 大家如果有試過用 PS3去安裝的話 就知道要整個 M3U的 Text File 讀回遊戲 如果未整過 不要緊 我現在就做 如果整個 大家都應該清楚 要做些什麼 我們先開個BackGooey 在Retro Bash裡面 OK 去找PS3 Pack PS3就有 M3U 這裡 我們在這裡 去回我們的 Retro Bash Emuator Veta 3K 裡面的UX0 所有東西都在這裡 Apps 要讀這些 選擇,然後選擇 四個都DOTEBOOT在這裏 我們把名字弄回 如果沒有記錯,這個是 ROBOTWALLS SUPERROBOTWALLS B這個 這個是RETRACER IDGE 其他兩個我就不太記得了 先看看,這裡有的Virtual Tennis 3是Virtual Tennis 我COPY這個名字 3是這個 另外這個是龍珠 OK 那我們按GENERATE OK,GENERATE 了,我們先交叉 我們要回到ROMS 跟著 PS3 我有其他遊戲在這裏 所以,不要影響到其他遊戲 我們先運回剛才 DRAGONBALL 4的遊戲 龍珠,RETRACER 機人大戰,以及RETO Tennis 那我們切了去 Ctrl X 跟著去到PS VITA 跟著Place在這裏 這個要這樣做 因為ROMS一定要在ROMS裏面 才能讀到遊戲 但是PS VITA 要安裝遊戲在 無語氣那邊 所以 要在這裏 找回一些東西 去讀回那裏 我們現在還要更改 一些東西 我們在遊戲中 按右鍵 按 用NOTEPAD開 對,因為PS3 它會找一個EBOO來讀 但是 PS VITA 不是的 所以我們按走它 按走這個 只剩下 遊戲的ID Save 這個完成 OK,跟著 這隻 每隻隻都要這樣做 OK 完成了 現在回到RETO BADS 現在多了一個PS VITA 按一下 那就 先試遊戲 試一下 龍珠 試一下 Virtual Tennis 沒有問題的 先離開 試多一隻 試一隻 一隻 一隻 都沒有問題 非常好 好啦,遊戲是沒有問題的 那 如果要做圖 我們就在圖上 按實進入 入波遊戲 的按鍵 好緊 然後按 Scream 對了 其他都是這樣做 我這個我們要V丟去 我這個都要V丟 OK 搞定就是這樣 在RETO BADS裡面 裝這個PS VITA 是不難的 大家如果還有什麼問題 歡迎在下面留言 今集就先說到這裏 喜歡這條影片 請大家不要給我LIKE 還沒按訂閱的 按訂閱 再按下鈴鐺 我新片就會通知大家 如果想請了一杯咖啡的話 歡迎透過支付簿 或者PayPal 或者是加入我Patreon 會員頻道都可以 詳細資料下面Description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